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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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的一天 給你拔感情 走走 走走 我們來感受死命的光 我們來感受死命的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現場台灣新年 我是大清 我是美蘭 今天是7月上半期 齋頭 其實就在幾天前 其實中橫已經開通五十幾年的歷史 仔細從它通車開始到現在 應該說五十年了 五十年 真的是走過半世紀 事實上很多人對中橫的印象 就是它從低海拔 平面 然後一直到高山 然後中間有經過隧道還有河谷 全程有190公里 歷經了很多非常壯闊的山水 然後其實也更多的是 其中有很多血淚的交距 是啊 我們常常在說 這個要引水思源 其實每次走在這條路上面 我們可以從東部到西部 它是很慣的嘛 從這個太魯閣到大玉嶺 然後再到里山 然後再到東市 那這當中當然我們看到了 這個前人幫我們開通的這條路 那這條路其實現在也有一部分 它是攤方的 所以我們想說 藉由這中橫五十年的一個紀念 那來探討一下 就是有關這條路 其實它的過去以及它的現在 還有它的未來 山上風動的沙石泥土 不時地崩塌下來 行走期間驚險萬狀 中橫公路是台灣第一條 貫穿險峻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 也是逐路人用血淚交織而成的一部開拓史 沒有路可以走 更沒有橋可以過 他們用一根一根的繩子 把工作人員從山頂掉下山谷 為了平衡東西部發展 橫貫公路工程總處在1956年成立 動員榮民工程總隊隊員 陸軍 志願學生 民營廠商等人力 以及一萬多名退出一官兵 展開著陸工程 騙手知足 更抱著一顆往日戰場上 犧牲奮鬥的決心 來從事這一艱苦的施工 先民靠著堅定的意志 以鮮血和汗水 一敲一鏟克服萬難 費時三年九個月又18天 1960年的5月9號 中橫正式開通 總計施工期間 700多人受傷 200多人不幸遜難 在那個不預警的狀況之下 這整個都被瞞掉了 你如果 你一個不像這個 就懷一個懷一個身 我們看在這個 人家都有 避風人士結合太館處 退服會等單位 在中橫開通50周年當天 播放中橫50紀錄片 也表揚碩果僅存的開錄英雄 長輩們珍惜這次的久別重逢 因為當年的老戰友 多半早已凋零 當時整個西邦農長還有 所謂的落燒公務部 那些所謂仰慕班 大概有四五百個人 還當時開網路公務以後 留在這個區塊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實際上在鎮條 中橫公務卿所 人在居住那邊的 幾乎是沒有 這對梁家父子 是目前唯一的一對 中橫開錄父子黨 父親梁景聚 是103歲的人瑞 兒子梁義明 也有74歲 當年父子倆涉嫌背負重物 上山補給 總是徘徊在生死邊緣 家裡生活都很苦 就我們公務開始 我們就參加挑運 很有今天這樣 表示我們當初的辛勞 沒有白費 這場音樂會 免懷鮮明犧牲奉獻的精神 雖然因為開錄 失去生命的逐鹿人 沒起眼看到光榮通車 也無緣參與50年後的音樂會 和人們共同見證 這歷史的一刻 一起分享榮耀 其實看到這些很古老的這些影片和照片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動 那當時有一萬多個這些退伍的老榮民 甚至是還在這個職業上的 那大家就去開通這條路 那一寸道路一寸的愛 看看它這個每一寸我們在開的時候 感覺都非常的舒適 有這樣美好的風光 但卻是這些前人幫我們打下來的基礎 的確 中橫開通已經50年了 那麼現在有很多的這些老人家 其實他們平均年齡已經90到110歲 而且在這開通的過程裡頭 其實因為以前全部都是要靠人工 這樣子榨山 然後去一鑿一鑨的這樣子挖掘出來 所以也造成有700多人 因此而受傷 200多人因此而禮難得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沒有那一段經歷跟體驗的人 大概無法了解那樣的辛酸 所以我們企圖利用這個 過去的這樣的一個見證 那來告訴大家說 開通這條路有多麼的不容易 民國49年5月9號 台灣東西橫貫公路終於進攻了 1960年5月9號 中部橫貫公路開通 啟用典禮中灌溉雲集 寫下台灣道路史上輝煌的一頁 看著年輕時的照片 今年78歲的榮民周慶茂 回憶起人定勝天的背後 許多足路人 卻因為開路而喪命 或者成禪 而他就在投入中橫工程的三年期間 兩度發生嚴重意外 墜落山谷遭到炸裂的碎石擊中 造成腿殘 眼瞎 這個眼睛打壞了 看不見了 這個眼睛就是很重很擔壞 上面探房啊 那時候我開那個推出機 這樣前面刀叮叮叮 丟下的档頭 可以很往後打斷的 對這個地方裂掉 對國家的忠誠和一份使命感 周慶茂對自身的傷殘沒有遺憾 九曲洞 卻是他最不忍提起的一段回憶 九曲洞 上去爹 一下子打刺流氣過去 沒辦法用下來就擺在那邊 拍了一拍 看著都是要心痛 那時候 那時候不做工業不幸 沒飯吃 長春池就是為了紀念殉職的 開路工程人員所設 曾經兩度遭到山崩 落實嚴重損毀 現在的長春池 是1988年重建的 許多遊客 都會特地到這裡祭祀 隨著兩岸開放 也有人展開尋根之旅 我們從這家來 這家來 這家來啊 這家來啊 為什麼要在這邊拍一張照片啊 因為這裡有紀念的意義吧 怎麼說呢 這因為是東西貫通的 應該說是 嗯 國軍啊 這個人應該說 退到台灣以後 為台灣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哇你很清楚歷史耶 我當然清楚歷史啊 我的父親就是這傭軍啊 我不知道在哪裡的 時間哪裡都不知道了 當年隨國軍來台 憑藉著一份榮譽和使命 投入工程 卻混沌異鄉 五十年後的今天 隱沒在荒煙漫草之中 看到這樣的影片啊 其實一方面很感動 另外一方面是很感感 因為這些老農民們 用他們的青春歲月 幫我們這些後代 遭開了一條路 這條路雖然帶動了我們的經濟發展 但是相對的 我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的確啊我們看到這 中部橫貫公路從早些年 它是負責就是物資的一個運補嘛 那後來就是交通的一個使命 因為東西能夠這樣子聯繫 到現在其實中外很多人 都是來到這個地方來進行觀光 但是我們看到它背後所承載的 真的是我們如何能夠去看到大自然 其實真的不斷不斷一直在提醒我們 甚至也在告訴我們人定聖天 這是一個問號 1999年的9月21號 那一場大地震 讓這個橫貫公路 其實它就損毀 那舉個例來講 就從現在這個德基水庫到谷關這一段 其實到11年了 它都沒有辦法復原 也沒有辦法再搶通 所以就讓它攤在那個地方 那邊坡有80%都已經這個毀損 然後有26處的這個路基都流失掉 所以導致這條路根本沒有辦法再修 在這一段裡面 所以我們應該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人在開發的時候 跟自然之間 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那我們又該如何 與自然來共生形 又不及 神經